五谷区新真理关怀里内弱势的民众 结合了善心人士以及公庙的爱心 准备了实用的各项生活物资 发放给里内的弱势民众 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大家给予的温暖 五谷区福星公的一楼集会所 堆满了许多实用的生活物资 原来这是新真理以及各善心单位 特别准备的 希望给予弱势民众一点温暖和关怀 我们新真理今天特别办理 寒冬送软弱势关怀活动 让整个社区的民众 感觉这样在新真理 居住在新真理是特别特别温暖 可能人生当中高峰低谷难免 但是希望他们在新真理都可以感受到 新真理的一股软牛 让他们有更好的冲劲跟活力 在新真理乐活 新真理的信仰中心之一 同时也将一楼集会所提供 里内使用的福星公 在委员们以及信众的支持下 每年都参与这一项关怀活动 发扬福德政审的慈赖精神 我是担任这个上面的福星公的主任委员 也是我们林阿仁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的董事长 因为这个林阿仁社会福利基金会 为了避免各界的爱心被满用 每年发放对象都与公所有列车补助 或是里长实际访查之后 发现是确实需要帮助的李明 希望这一点温暖能帮助他们渡过难 记得沈志佑林瑾瑜五股采访报导 我下班的文字编号